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男人误打误撞地发现了一条隧道 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发现隧道另一端居然晴空万里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隧道外的场景跟自己生活的环境一模一样 但这里不仅有他的邻居 还有个跟他一模一样的人 男子闯入的空间到底是什么地方 两人相遇之后又会产生什么化学反应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纸歌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德国小众悬疑片《再生门》 主人公大卫是一名画家 有个年轻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女儿 虽然表面看起来很幸福 但他跟妻子的婚姻却早已名存实亡 这天下午 大卫趁妻子不在家有准备去跟情人约会 哪怕女儿一再央求他陪自己玩捉蝴蝶 但大卫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经过马路的时候 胖子邻居正对着工人们大喊大叫 施工的噪音影响到他午休了 大卫看他没注意到自己 然后便静止走进了情人家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大卫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家 但他刚走进院子就看到 女儿抓蝴蝶的网兜飘在泳池里 大卫隐悦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急忙跳进水中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女儿因为鞋带被挂住 已经停止了呼吸 女儿的死让夫妻俩的感情彻底没了转环的余地 妻子也选择跟他离婚 嫁给了女儿的音乐老师 转眼时间过去了五年 大卫每天都活在自责与悔恨当中 现在的他简直就像一具行尸走肉 这天他再次敲开妻子的房门 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原谅 大卫因为跟别的女人偷情 导致了女儿的死 妻子怎么可能原谅他 现在只希望他滚出自己的生活 其实大卫也明白 他的行为都是徒劳 只是不断祈求原谅的过程 能让他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现在他彻底疲倦了 在给妻子打完最后一通告别电话之后 他便跳进了淹死女儿的泳池当中 淹死之间 他似乎看到了女儿在向他招手 但下一秒 他就被人从水里捞了上来 原来是妻子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 于是便通知大卫的好友 马克思去看看情况 没想到 恰好看到了大卫落水的一幕 经过马克思的好言相劝 他暂时打消了轻声的念头 回去的路上 大卫偶然看到了一只死去的蝴蝶 这无疑又勾起了他的伤心事 如果当初留下来陪女儿玩捉蝴蝶 就不会发生那场悲剧了 或许是因为伤心过度 大卫看到原本死去的蝴蝶 竟然飞了起来 他跟随蝴蝶一路往前走 最终在不远处发现了一条隧道 隧道中只有一条路 大卫很快就找到了出口 但让他一想不到的是 出口处竟然有阳光照射进来 刚刚还是黑夜 怎么一瞬间就变成白天了呢 还没等大卫反应过来 前方就传来了一声喊叫 只见胖子邻居正在谴责施工队太吵了 紧接着 另一个大卫 也急匆匆地前往了情人家 大卫对这一幕再熟悉不过了 这就是五年前 女儿落水淹死的那一天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但现在这个时间 正是救回女儿的最佳时机 于是大卫便急匆匆地跑回家 把女儿从泳池中捞了上来 好在这次比较及时 女儿只是呛了几口水而已 随后 大卫给女儿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然后把她送回了房间 就在她怀念 以前美好时光的时候 五年前的大卫突然回到了家 她看到书房中有个人影 还以为家里见了小偷 于是便随手拿起一个摆签准备偷袭 没想到对方下意识地伸手阻挡 而她手上的钢笔恰好插进了年轻大卫的脖子 穿越过来的大卫本没有杀心的 只是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 就到这个时候 女儿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为了防止她看到这一幕 大卫便呵斥着让她回房睡觉 父亲从来没有吼过自己 家的女儿头也不回就逃回了房间 趁着妻子还没回来 大卫在院子里挖了个坑 把五年前的自己埋了 紧接着 她剪掉长发剃了胡须 还换了一身五年前的衣服 除了神态有些颓废之外 其他基本看不出区别 没过多久 妻子回到了家 看着她忙碌的身影 大卫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毕竟他们已经五年没在一起生活了 午饭的时候 妻子察觉到了女儿额头上的伤 这是她跌落永迟时不小心摔伤的 大卫为了掩盖自己的疏忽 谎称女儿骑自行车的时候摔倒了 不过她花音刚落女儿就否认 眼前这个人是自己的父亲 甚至还大声叫喊着跑回了房间 妇女俩感情一向很好 大卫知道 如果不找个借口的话 很难打消妻子的疑虑 所以便声称是女儿没系好携带 而且还吵着要看电视 自己才骂了她几句 妻子没有太在意 而是将话题转移到了两人的感情上 因为大卫的出轨和冷落 两人的婚姻已经名存失亡 如果换作五年前 大卫根本不会在意妻子的态度 但现在不一样 她会格外珍惜曾经失去的一切 这周六是大卫的生日 妻子会请一些朋友过来 不过有些人的联系方式在大卫的手机上 此时大卫才意识到 自己埋尸体的时候太慌张 忘记把年轻大卫的手机掏出来了 晚上 大卫趁妻子偷偷睡着挖出了尸体 但她翻遍了左右口袋 都没有找到手机的下落 第二天 妻子接到了一个用丈夫手机打来的电话 原来大卫当天偷情的时候 不小心把手机吊在了情人家里 不过大卫却不敢说出实话 只是说手机丢在了画廊外的人行道上 恰好被一个路人捡到 两人约定在城里见面 然后大卫便开上车子离开了 她假装向着市区的方向驶去 在脱离妻子的视线后 又掉头前往了情人家 这次大卫的心态发生了巨大转变 尽管情人一再挽留 但她却没有一丝留恋 拿上手机就离开了 只不过这一幕恰好 被前来做客的马克思看到了 晚上 他和大卫约出来筹骂了一顿 他有家有孩子 怎么能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呢 马克思是大卫最好的朋友 于是便向他交代了 目前正在经历的事 自己来自五年后的未来 那天他晚上发现了一条隧道 穿过隧道之后 就莫名其妙地来到了这里 虽然听起来有些无法解释 但这不正是大卫做梦 都在期待的事情吗 他救下了女儿 摆脱了情人 跟妻子的关系也在缓和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马克思笑了笑 如果他是从五年后来的 那这个时空的大卫去了哪里呢 大卫表示 被自己杀掉后 埋在了院子里 为了获得好友的信任 大卫还说出了 马克思五年后两个孩子的名字 尽管听起来很唬人 但这么离谱的事情 马克思还是无法相信他 第二天 大卫来接女儿放学 因为老师对大卫格外友好 不过大卫却一点好脸色都没有 因为在五年前 妻子就是嫁给了这个男人 回家的路上 女儿一言不发 直到现在 他仍然不承认 眼前这个人是自己的父亲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大卫便心生一尽 他知道女儿不喜欢音乐课 所以便承诺他 只要跟自己拥抱一下 以后就不用去上音乐课了 这个条件对女儿来说太划算了 于是便回头拥抱了大卫 两人的距离也成功拉近了一些 午后 邻居夫妇带着女儿来家里做客 两个孩子玩耍的时候 纸飞机意外落在了埋尸的地方 因为埋得比较浅 那片区充斥着一股腐臭的味道 大卫担心事情泄露 于是便跑过去 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 妻子看到这么温馨的一幕 嘴角逐渐搂出了笑容 她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丈夫 也不愿意去多想 因为眼前的一切就是她所期待的生活 第二天早上 女儿冷静地询问大卫 她把自己的父亲弄到哪里去了 如果继续坚持自己是以前的大卫 女儿肯定不相信 所以她便换了一种说法 当女儿遇到危险的时候 父亲却没有及时出现 这样的父亲是不称职的 所以上天就把他送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然后排了一个跟他很像 却又比他更优秀的父亲陪在女儿身边 或许是感受到眼前这个人 却是比以前的父亲更称职 天真的女儿便相信了她的话 转眼到了周六 亲朋友们全来参加大卫的生日会 众人欢聚一堂 气氛非常热闹 就在这个时候 大卫偶然看到马克思跟女儿聊了几句 然后就一脸严肃地走了出去 大卫担心他知道了什么 于是就紧随其后跟了出来 果然怕什么来什么 马克思在化院里找到了那具尸体 原来女儿将两个爸爸的事情告诉了他 再加上大卫曾说过 他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 马克思立刻反应过来 大卫说的可能是真的 没想到真的在院子里找到了尸体 马克思的情绪有些失控 昔日的好友已经被杀了 即便眼前这个人跟大卫长得再像 也是一个陌生人 所以马克思便想把真相告诉妻子 就在二人陷入缠斗的时候 胖子邻居突然出现 用十字稿敲死了马克思 他咒骂大卫不应该把尸体 埋得这么明显的地方 说着就让他赶紧把两具尸体 转移到车子上 如果不想被他妻子和女儿发现的话 大卫强忍着失去好友的痛苦 跟胖子邻居将尸体转移到了郊外 回家之后 大卫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胖子邻居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继续留在这里可能会让大卫失去一切 所以 他便带上妻子和女儿 准备穿越到隧道另一边 大卫疯狂地举动 让妻子有些不知所措 隧道中一片黑暗 大卫的脚步又很快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他们就走散了 当大卫反应过来的时候 身后已经空无一人 没办法 大卫只能返回去寻找 不过他刚走出洞口就被胖子邻居打倒在地 他警告大卫 既然来了就绝对不能回头 否则自己追到天海角也要干掉他 这是第一次警告 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第二天 妻子询问大卫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深更半夜要去那条隧道呢 有了胖子的警告 大卫不敢说实话 只是说自己昨晚跟马克思嗑药嗨了 他当时已经上头了 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去哪里 他向妻子保证 以后再也不碰那东西了 就到这个时候 胖子邻居登门拜访 表示家里的暖气坏了 想让大卫过去帮个忙 大卫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为了不引起妻子的警觉 他还是听话地来到了胖子家 原来胖子也是从隧道中穿越过来的 未来社会 胖子因多项罪名被判了八年半的监界 直到几个星期前才获得一天假期 也正是这一天让他发现了那条隧道 这里对胖子来说简直就是天堂 他不用服刑 而且还能依靠预先知道的赌球结果 获得一大笔财富 所以他绝不允许任何人打破现在的平衡 其实胖子非常理解大卫 思乡至情 有负罪感 无法适应现在的生活 这些感觉胖子全都经历过 而且他敢断定 镇上有这种经历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这个消息让大卫非常惊讶 想要获得这里的入场券 就要杀死五年前的自己 如果小镇中有很多外来人 那岂不是说明他们全都是杀人犯吗 另一遍 女邻居把大卫的女儿带到自己家玩耍 午饭之前会把她再送回来 但是他们刚离开 妻子就看到邻居夫妇发生了争吵 而且他们的装束气质 也跟刚才完全不一样 妻子好奇地跟了上去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完全颠覆了她的认知 只见新来的邻居夫妇 杀死了房间中的自己 妻子来不及思考 拉着两个孩子就往家里跑去 亲眼目睹了一起谋杀案 妻子到家之后就想拨打报警电话 不过大卫却阻止了她 从妻子描述的场景来看 新来的邻居夫妇 很可能跟自己是一样的人 如果报警 事情就泄露了 就在二人陷入争论的时候 邻居反倒带着警察找上了门 他们表示 妻子强行带走了自己的女儿 尽管妻子一再解释 这两个人就是杀人凶手 但事实摆在眼前 警方只能把孩子归还给邻居 临走之前 警察叮嘱大卫 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妻子 截止到目前为止 街道上还没出现过什么乱子 不用猜也知道 警察跟他们都是同样的人 紧接着 大卫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准确来说 应该是从五年后 穿越过来的妻子 原来她也发现了那条随道 当得知这个时空的女儿还活着 妻子便想留下来 哪怕跟大卫重新开始也在所不惜 但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的规则 想要留下来 就要除掉这个时空的自己 也就是说 他必须要过杀人这一关 大卫从胖子手中接过手枪 当初是因为自己的疏忽 才失去女儿的 现在也应该由他把女儿带回来 所以杀人这种事 他愿意替妻子去做 胖子给他五分钟的时间 如果五分钟内搞不定 自己就会帮忙解决 另一边 女儿跟妈妈说了一番话 他表示邻居家的小女孩得到了更好的父母 另外那对不称职的只能离开 妻子被女儿的言论震惊到了 直到听说大卫也是这种人后 他才意识到了问题 怪不得丈夫会阻拦自己报警 没过多久 大卫回到了家 但他刚走进门就遭到了妻子的偷袭 其实大卫并不想杀死妻子 从未来回来的他们全都变了 只有妻子还保持着初心 也只有他能照顾好女儿 所以大卫便想把他们送到隧道另一边 那里会更适合他们生活 妻子被大卫的真诚打动 所以便选择相信了他 转眼时间过去了五分钟 胖子知道他搞不定了 于是便掏出手枪前往了大卫家 不过他们刚来到门口 大卫就看着车子冲了出来 现在的大卫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没有人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所以当听到外边的动静后 未来人纷纷出来阻拦大卫 趁着这个空档 妻子抱着女儿准备逃往隧道 原来这是大卫的吊虎离山记 为的就是给妻子争取时间 不过他们刚跑出院子 未来妻子就一把抱住了女儿 五年来他一直都期盼着这一刻 但他也清楚 以自己跟丈夫的关系 强行留下女儿只会重蹈覆辙 所以他便忍痛 把女儿推给了五年前的自己 这一幕恰好被胖子看到了 如果有人逃到未来 那他的秘密就全曝光了 所以便拼命地追上来 想要阻止二人 大卫健壮急忙调转方向 短短几十米的距离 大卫思考了很多 只要隧道还在 胖子就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当妻女走进隧道之后 他便一脚油门撞上了入口 隧道那瞬间发生坍塌 这条通往过去跟未来的通道 也永远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影片的最后 大卫跟未来的妻子坐在泳池旁 虽然没能把女儿留在身边 但想到女儿正生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对夫妻俩来说也是一种释然吧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再生门》虽然是一部非常小众的悬疑片 但紧凑的剧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悬念 还是看的人心潮澎湃 严格意义上来说 《再生门》算不上严谨的多重时空电影 影片中只交的两个世界相差五年 但他们之间是否会相互影响呢 在时间旅行设定中有这样一个概念 外祖母悖论 假如你回到过去 在父亲出生前把自己的祖父母杀死 那么此举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 你回到过去杀了年轻的祖母 祖母死了就没有父亲 没有父亲也不会有你 那么是谁杀了祖母呢 影片中也同样如此 大卫回到过去杀死了自己 如果五年前的自己消失了 那么还会有五年后的自己吗 当然影片从来都不是一个科幻故事 更多的则是在讲述旧熟 大卫是一个失败的丈夫 也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他在地下室中画了一幅画 妻子跟女儿的脸被一个铁钩勾住 用来形容一家三口不正常的家庭关系 为了寻求刺激 他跟女邻居长期保持着不正当关系 甚至为了偷情 把几岁的女儿独自留在家里 以至于发生了让他悔恨终生的悲剧 直到失去了那一刻 大卫才真正明白亲情的可贵 人生不能重新来过 但影片却给了大卫后悔的机会 回到过去之后 他亲手救回了本该淹死的女儿 跟情人断了联系 修复了跟妻子之间的隔阂 他拼尽全力地弥补着 曾经没有做到的事情 但凡事都有代价 大卫渐渐地发现 这项特权并不是自己的专属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 这个美好的世界开始崩塌 他不害怕死亡 也不担心步入绝境 因为未来世界的他早就一无所有了 他唯一的牵挂就是五年前 跟他重归于好的妻子和女儿 这是他内心深处最美好的过往 所以影片最后 他毅然决然地毁掉了出口 让那段美好留在净土 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救赎 人生只有回头看 才能看得更清楚 但时间不能倒流 人生也不能重来 所有我们错过的 终将会变成遗憾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长按点赞 帮纸歌获得更多推荐 你们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